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最近被爆料正在测试一项叫做lecture的新功能 这个功能呢可以直接把你所有的研究资料 一键变成一堂长达30分钟的AI教授讲座 你没听错就是30分钟 没错 画面上这句话 一个AI声音连续30分钟解释你的研究 就完完全全点出了这个新功能的核心精神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把你所有的笔记 PDF文档网页文章全部丢进去 然后AI就真的变成一个教授 帮你上一堂深入的解说课 而且哦 这绝对不是那种死板板的念稿子 它是一场货真实假实的完整的知识传递 那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 其实是什么内部测试的程式码 跟一些界面文字里被挖出来的 所以我们才知道 哇 原来有这个叫做lecture模式的超大升级 这就代表什么 代表它早就不是一个概念而已了 而是已经在开发的最后阶段 这也意味着 Notebook LM这个AI研究助理的角色要变了 从以前那种被动的整理工具 现在要变成一个可以主动教你东西的知识传授者了 好 那讲了这么多 这个lecture模式到底厉害在哪里 它跟Notebook LM以前的功能差在哪 为什么我们会说它可能会改变整个游戏规则 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拆解一下 OK 我们先来搞清楚 这个lecture模式到底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由一个AI的声音 用那种一个人演讲独白的方式 把你丢进去的那些资料做一个长篇的解释 那这个长篇有多长呢 最长可以到30分钟 所以你只要记住三个重点 第一 它是一个声音 第二 它是独白 不是对话 第三 时间够长 足足半小时 你看哦 我们直接看这张比较表 你马上就懂了 Notebook LM现在已经有几种语音模式了嘛 像是两个人对话的深度探讨 两分钟讲完重点的简报 还有那种正反方辩论的辩论模式 但是你莫发现它少了一个东西 就是有时候我根本不想要听两个人聊天 也不想听辩论 我想只安安静静的听一个专家 把一个很复杂的主题 从头到尾有条有理的讲给我听 诶 这个lecture模式 就是来补上这个缺口的 给你一种像在上课一样 那种很审静式的深度学习题 好 了解它跟别的功能有什么不一样之后 最重要的问题来了 这东西到底可以拿来干嘛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 我们马上来看看 对于内容创作者还有公司企业来说 这东西根本就是一个全新的内容引擎 而且它的操作流程真的是简单到不行 基本上就是三步 第一步把你的资料都丢上去 观念是PDF文件档还是网站连结 通通都可以 第二步在格式那边选lecture 然后看你想要它讲多久 最后一步按一下生成 然后一份超专业的30分钟音档就这样做好了 是不是超简单 好 我们先来聊聊内容创作者 如果你本身是YouTuber Podcaster 或是常常写部落格文章 那接下来这段你真的要仔细听了 因为这个功能绝对会变成你的秘密武器 它的应用方式真的强到有点夸张 首先你想想看 影片脚本即使生成 你把所有研究资料丢进去 它就帮你生成一份30分钟的讲解稿 你只要稍微认识一下 一份架构完整 内容又超有料的脚本就搞定了 再来Podcasting自动化 你甚至可以直接把这个音档当成你一集Podcast的基础 再加点自己的评论 一集节目就出来了 最后也是我觉得最猛的一点 就是内容在利用的神器 你想想 你有了一个30分钟的母带音档 你可以把它剪成多少只短影音 可以变成多少篇社群贴文的素材 这个内容产出的效率 根本是开外挂等级的提升啊 好 创作者讲完了 那如果是公司企业呢 在商场上时间就是金钱嘛 这个lecture模式 刚好就是一个能帮你省下大把沟通 跟训练成本的好工具 你想象一下几个场景 比方说 新人报道 你不用再叫他自己去开那一大碟厚厚的公司规定了 直接把文件丢进去 生成一个新人入门讲座给他听 是不是有效率多了 或者你们家产品说明书写的落落长 客户根本懒得看 没关系 把他并成一个产品语音导览 引导客户一步一步上手 甚至哦 还可以做销售训练 把你们最厉害的销售简报 客户成功案例 丢进去 生成一堂课 专门教业务怎么去应对客户的各种疑难杂症 你看 这样一来 知识的传递是不是就变得更有效率 也更有趣了 OK 讲完了创作跟商业应用 这个lecture模式还有一个 我觉得潜力超级大的地方 就是 它可以变成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化AI家教 不管你现在是学生 还是已经在工作了 这个功能都对你有用 好 先讲学生族群 还有所有热爱学习的朋友们 这个工具真的可以让你做到 学得更聪明 而不是更辛苦 比方说 快要期末考了 你是不是很头痛 现在不用怕了 你可以把上课笔记 课本章节全部丢进去 让他帮你生成一份30分钟的考前重点总 复习 或者你正在写报告 要看一堆很硬的学术论文 看到快睡着 没关系 让AI用白话文帮你把论文的重点讲一遍 是不是清楚多了 这就好像你身边多了一个24小时待命的超强学版 随时随地都能帮你把复杂的东西讲得清清楚楚 那如果你是上班族 希望在职场上不断进步 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这个lecture模式也绝对会是你的神队友 比方说 你最近在准备考证照 可以把那些厚厚的参考书 变成你在通行录上可以听的课程 用零碎时间学习 或者老板丢给你一份超长的产业报告 要你马上消化完 很简单 丢进去生成语音栽药 让你马上抓到市场趋势的重点 甚至我觉得这个超实用 你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简报之前 可以把你的讲稿上传 让AI先把你的论点讲一遍给你听 你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 听听看顺不顺哪里需要修改 这根本就是最好的简报演练伙伴 好 讲了这么多实际的应用 我们现在把角度拉高一点 来思考一个问题 像这种AI工具一直推陈初心 它背后的发展理念到底是什么 我想很多人心里一定会有个问号 一个很经典的问题 AI会不会到最后 就取代了我们这些创作者 甚至是老师呢 我觉得答案其实很清楚 那就是AI是工具 而你呢才是那个运筹帷幄的策略家 你看像Notebook LM这种工具 它背后是强大的Gemini模型在驱动 它负责的是那些很花时间 很繁琐的前期工作 像是整理资料 生成内容出稿 但是真正决定这个内容 好不好的关键是什么 是你 是你为给它的资料品质 是你给它的方向 还有你最后加进去的创意跟策略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AI负责执行 而我们人类负责思考 而且啊从这次泄露出来的资讯来看 很明显Google是完真的 他们正在大力投资这个平台 现在这个lecture模式还在测试嘛 但是消息指出 到2026年它就会支援更多语言 甚至连英式口音的英文都会有 那再往后看 未来它很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声音可以选 甚至搞不好连影片都能一起生成 这个潜力真的是太大了 好 今天我们算是把Notebook LM这个超酷的lecture模式 从头到尾猜节了一遍 来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讲的重点 它主要有四大应用场景 它可以是创作者的内容引擎 企业的知识加速器 学生的客制化家教 还有专业人士的直牙出退器 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 它不是来取代我们 而是来增强我们的能力 好 那现在你的专属AI教授已经准备好了 你最想请他教你的第一堂课会是什么呢 非常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